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不是表现在自己对单个工厂的控制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全民所有制 所以全民所有制呢 就是这个工厂 不光是你这个工厂的工人 对他的生产 对他的管理 对他的企业有发言权 全国人民都有 所以你不能从自己的愿望出发 认为我们应该生产什么 这必须是统筹坚固的 计划经济的 全国一盘棋的 所以因为很多人呢 我在80年代也被那些人鼓吹 那个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觉得这还挺有意思 但是后来慢慢想通了 就是说你一个工厂 看起来南斯拉夫那种工人自治 看起来工人在工厂里边有决策权了 他可以选举 他工厂所有的操作他都搞 但是他一搞工人自治 他就不再是全民所有 因为你不是这个工厂的工人 你就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毛泽时代他工人界当家做主 最主要表现的就是打派仗 但是并不是说工人可以自己定工资 自己定生产什么 怎么生产等等 他不是到一个具体的车间里边 因为这是全民所有制 不是你光一个工厂的 所以这里边呢 你一个工厂怎么生产 你必须考虑全国的需要 所以它是个计划经济的 它是全国一盘棋的 那么这样的话 他虽然在一个工厂里边 具体一个厂里边怎么运转 他不是完全是工人自己在一工厂里边决定的 但是呢 他获得的 所以相比那工人自治 好像他丧失了给自己工厂的定工资啊 生产什么这个权利 但是他获得的是可以过问全国任何工厂运转的权利 所以他就有你比如说大串联 不管你是广东的 是黑龙江的 那么广东到黑龙江 他到工厂里边就有发言权 这黑龙江的到广东 到工厂里也有发言权 所以它是一个全国的 所以我们不能把工人阶级担家做主 这么怎么说的 限制在对一个工厂的具体的生产什么 怎么定价 怎么搞福利 搞这方面 那就变成一种经济主义了 就好像那个眼光是太短了 因为我作为一个工人阶级 对吧一个阶级他就不再是就一个工厂的工人了 所以我我们说是工人阶级当家住主 不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他能决定厂里边的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等等 因为因为这里边你必须从全局出发 所以我就说嘛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工人阶级属于无产阶级 因为没有任何财产是在他自己的名义下 但是阶级一个整体不再是无产的 因为所有的这个资产都属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这是辩证的 对吧 是不是一个很辩证的很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我们理解工人阶级当家做主 不能从他是否能定自己的工资 能定自己产品等等 这种眼光是比较狭隘了 因为你要你要这么看 就像这个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 工人自治的结局就是被全部解体了 他就是资本主义的 因为工厂和工厂之间的关系 在所谓的工人自治里边呢 他就是一个市场关系 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关系 所以在一个工厂里边 你和其他的工厂的关系 是个市场的关系 那么这个你要在市场上 你要竞争 你要卷 所以你要战胜对方 所以工人之间呢 不再是一个阶级了 他变成一个敌对的了 好吧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哎呀 这我们没有很好答案 这里边呢 他协商是一部分对吧 选举都是一种方法 但是呢 这里边呢 我们还是要挖掘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社会主义时期一个最 最根本的人民内部矛盾 就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 你不能靠选举协商等等改变 因为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自己先锋队的领导 那一定走向资本主义 这个是因为这好几个原因 一个呢就是说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 在工人阶级里边仍然还是资产阶级的 这个在你从西方的这些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边 虽然工人阶级在人口的绝大多数 但是他们都是投票给资产阶级的 所以这个 所以民主呢 在任何社会里边 他都是次要的 首要是专政 是所有权 所以你必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他是 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的民主 那么无产级专政条件下呢 是全民所有制前提下的民主 所以你民主不能改变所有制 这是不允许的 哪个阶级都不允许 不能通过民主改变所有制 那么到底是通过选票呢 是通过协商呢 这里边只能靠探索 所以群众监督和党的领导 是一个矛盾的 很多人说你这矛盾呢 你这不可能的事 但是世界就是矛盾的呀 我们每日每日到处都看的是矛盾 所以你比如说 清醒和睡眠是矛盾的 你不可能同时清醒又睡眠了 但是你这个同时 这个时从一秒钟变成一天 一天里边 我们确实既有睡眠又清醒 对吧 所以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 你可在将来的实践里边会探索 怎么去把它搞好了 但是那些对付这个矛盾 要么去敌党的领导 要么去敌群众监督 都是不可能保证 无产阶级大家做主的 共产阶级大家做主的 不可能捍卫全民所有制的 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真正的 所以咱们去处理这个矛盾 是需要后人去探索的 所以很多形式 不管你是投票也好 协商也好 网络上这个文件调查也好 咱们经常现在网络上办事都可以投票 对吧 很容易 民意调查等等 方法多了 方法多了 但是核心呢 还是一个怎么怎么对待这个 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这个矛盾 只能只能在将来的社会实践里边去探索 而且不会有你任何顶层设计都 就像刚才那个讲那个哲学上 你顶层设计 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谁听你的呀 所以你像拿民主选举来决定的话 造反派肯定不可能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存在的 造反派就被选下去了 对吧 那么你协商来讲呢 弄了半天 最后打派仗 谁也不让谁 所以协商也解决不了 所以不解决思想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你想靠一些具体的形式来解决这个 人民内部矛盾是不行的 所以还是要通过整风 通过大明大放大辩论 通过斗争团结 斗争团结 通过这个叫什么呀 治病救人 争前毕后治病救人 对其他那些犯错误的人 从团结愿望出发 然后呢 要怎么说呢 要在群众里边达成共识 你选举也好 你这个协商也好 如果群众没有一个共识 那最后还是谁也不负谁 所以怎么使得群众对事物达成一个共识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 所以毛主席的这个英明毛主席的本事 不是说他能提出正确的东西 而是说他能使得大家 他认为正确的变成了大家的共识 这才是真本事 怎么把你认为正确的变成大家的共识 所以这里边你选举啊 投票啊等等都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只能在斗争中 通过批评的自我批评 通过大明大访大字报 通过群众组织打串联什么东西 慢慢达成共识 达成共识的就没有正义了 对吧